我們趕快來繼續帶您看看是中國的經濟 到底怎麼了呢 一直持續的通縮 所以說現在中國央行似乎要出手 他們宣布二月五號要降準兩碼 這個準就是存款準備金率 那兩碼就是百分之零點五 等於就是希望可以讓更多的資金流通到市場上 然後釋放的這個流通資金 大概合臺幣是四點四兆 這部分希望增加金融機構的一個放款力 可是我們也要來看看 中國的內需真的失調了 你看這個應該算是蠻多人解決一餐 輕鬆方便的就是素食店麥當勞 他們現在推出了窮鬼套餐 多便宜呢 一個漢堡這樣子賣你十塊人民幣 大概四十四塊 你可以吃到漢堡裡面夾兩塊肉塊 然後還有兩條這個德國香腸 所以當然昨天一推出 馬上在中國引發轟動 大家都要到他們的網站上面去下訂 但是系統就癱瘓了 好所以當然中國的網民就很生氣嘛 他說如果賣不了 就不要搞這種噱頭 那我們要來請教一下 陳彥哥你怎麼看 現在中國的內需經濟 好像跟前幾天的寒流天氣一樣 凍僵了大撒幣 可以溶解這樣子的一個窘境嗎 因為他們這一次 在記者會上面口頭宣布了 這個降準的一個訊息 這是相當罕見的 一般都有官方正式的一個文告 告訴大家要做這件事情 有一個時間點 那為什麼這一次這麼倉促 因為其實才才在前幾天而已 他們並大家原本預期的降準降息 都沒有發生 所以導致這個入股不斷的一個破底 實際上原本我認為官方的心態是說 我農曆年前做任何的政策 其實也沒有太大的意義嘛 因為即將要過年 你資金不是就要回收了嗎 對很多人可能要用錢也是會贖回 可是為什麼突然之間這個改選意測 因為農曆年後如果再去做這件事 那鬧底農曆年前 入股要跌到什麼程度 實際上民怨已經整個都出來 整個都炸鍋了 所以你看他必須 而且這一次我們坦白講 他並不是用一個所謂間接式的做法 譬如說我發在我們來做基礎建設 而是很直接的 甚至他還沒有宣布要調降存款準備率兩碼之前 其實市場已經有傳言說 他們要籌集這個資金 透過國企的離岸帳戶 直接投入股市 簡單講你再跌 我把你買上來的這種氛圍 但是官方是沒有承認這件事情 但是沒多久降準的訊息就出來 那降準的訊息出來 實際上意義是一樣的 因為我一降準你銀行存款準備率目前在中國是大概七點四 所以他有很大的空間 我要降兩碼 甚至未來你說持續的 甚至年後再來一次都有可能 那這一降就不得了 你看四點四兆的臺幣要流到哪裡去 就是要流入股市 不然我給你降準幹嘛 我要你銀行存款準備金率降低 我就是要叫你買股票 所以現在他甚至說 直接打給這些投資機構說 你不要再給我放空了 而且重點是你不要給我裸空 什麼裸什麼叫裸空 不是下單的時候沒有穿衣服 裸空的意思是說我沒有現貨的情況下 我不可以去放空 可是實際上他已經不只 他這樣講其實已經很清楚了 你甚至你有現貨你也不要放空 所以也就讓這個上陣指數稍微有一些穩定下來 但是但是我要坦白講能不能有效的形成底部 而從此走出一波多頭 其實是一個大混號 為什麼我們來看你剛才講的這個 這個麥當勞的這個部分 他推出的叫做十元吃飽 那一般來講你十塊錢的漢堡人民幣 我們都很清楚在台灣也有這種同版的漢堡 坦白講裡面也沒什麼料 就番茄醬而已吧 就是兩片麵包打開就一片肉 你也不用期待有多好的品質 或者多好的口感等等 反正就讓你吃飽方便 填飽肚子快速的 那通常這種不會是消費的主流 可能像我們這一類突然錄影錄到一半 突然想要吃個點心我會買 但是他既然癱瘓了整個系統 代表什麼意思 而且你知道他們叫什麼 叫肉感十足 不素之霸 不是素食 那為什麼突然整個系統癱瘓 因為好不容易 十塊就能解決一餐 那你不覺得說這個在現在 經濟大幅度下滑過程中 好像一個救世主一樣 丟出了一個浮沫 我現在快溺水了 我趕快抓了這個浮沫 我就可以浮上來 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也知道中國青年的 失業率已經蓋牌了 之前是二十一點四 可是連北大的教授都說 應該要到四成 那最近新出來是只有十四點九 那其實失業率已經大幅度下滑 可是問題是他把一些 原本應該放進來的統計樣本 譬如說你回家啃老不算 可是回家啃老就是找不到工作 還有一種重新回去念書 他也不算 可是回去重新念書 不就是因為找不到工作嗎 好那現在很麻煩的事情是什麼 你丟履歷 你完全拿不到面試的機會 即便我要講頂尖大學 其實我過去認識很多 中國的年輕學子 他們實際上即便你念到北大 焦大這些頂尖的學府 坦白講你念到研究所 你一年級就要開始找工作了 為什麼 因為你到二年級才找工作的人 就代表你能力不夠好 畢業才找工作的人 代表你前面是找不到的 所以現在他們也展開一個叫春風行動 希望拯救這個青年的失業率 所以我還是在想 你這三千萬的就業機會 到底能帶動 能不能帶動起來 所以是不是股市真的因此而能夠回升 我覺得基本面 經濟的基本面 可能還是要有效的改善 對 畢竟你看 現在連一個十塊人民幣的漢堡 大家都搶不到 都買不到了 你覺得這些中國人還會 再把錢拿去股市裡面投資嗎